最近我买了这么一个绳刷 然后就想把自己的攀岩绳清理一下 因为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 都没法出门去攀岩 所有的攀岩装备都躺在家里睡大觉 今天就是准备尝试用这个绳刷给它清理一下 好,那么现在我把它包装打开看一下 是什么样的 它主要它是一个这样像螺旋形的这么一个钢圈 然后里面是黑色的刷头 这个刷子其实特别硬 我现在用手就能感觉到它特别硬 然后中间有一个小洞 也是非常小的一个小口 但是我们就要把绳子从这里头塞进去 但是我们会把绳子放到浴缸里加上水 然后把这个绳刷套在绳子上 这么撸一遍 用这个黑色的刷头 把绳子上附着的一些脏东西 灰尘泥土刷下来 好,那么就让我们去试试 它的效果究竟如何吧 这就是我的攀岩绳 其实这是一条蓝色的绳 但是我不说大家可能已经看不出来了 因为这个实在是很脏 我好多朋友都跟我抱怨过 就是用这条绳给我打保护的时候 手在那个绳上稍微撸一撸 马上就会变黑 所以确实是用的时间 用的时间比较长没洗了 然后可能是在岩壁上 这个磨得比较多 所以导致它比较脏 这绳脏有几大坏处 一个是说 就像我来说的是保护的时候手会脏 另外如果这个绳皮上卡了一些小狮子什么的 有可能会把手划上 再有一个就是 一般那种攀岩绳中间都有一个标志 在这个绳子中间有一个标志 就像绳匠的时候 找终点就比较方便 如果脏了 尤其是我这个蓝绳脏了的话 那个终点就特别不容易找到 去年有一次 算是教训吧 就是用这个70米的绳绳架 然后每次找终点都找得非常痛苦 最后我回来干脆拿水笔 给它自己画上了一个终点 好 那么我们就来清洗它 首先 我先去喝到鱼缸里 现在浴缸里已经加上水了 我不准备用任何的洗涤剂 就准备用清水 然后用绳刷来把脏东西刷下来 以保护绳子 应该是这样 然后另外一边 就沿着这个螺旋往后绕 那是像一个弹簧式的这个东西 这样一圈一圈绕 就把这个绳刷给卡在绳子上了 好 下面我们来试一下 这个虽然紧 但是其实 拂起来也没有那么费劲 也可以算是一个挺好的锻炼吧 好 现在 露弯一遍了 这个水是这个状态 比之前黑了不少 这个绳有没有干净呢 好像现在看起来不是那么明显 但是至少水是脏了很多 所以应该还是下来了不少灰尘和涂物 好 下面我准备把这个水给放掉 然后再借鱼缸水 最终的目的呢 就是让那个水尽可能的清 我不知道要洗洗几遍 但我估计起码得洗四五遍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五遍 还是干净了不少 刷绳的过程 就跟平常里程差不多 还没有刷的 放在一堆 很理好的 放在一堆 这样可以变它 打结 第六遍 我觉得这个水已经可以了 我准备就洗六遍了 待会儿我准备 把水拿清水重洗一下 刚才我把绳过清水洗了洗 然后现在就准备把它拿出来晾干了 这个绳不能在太阳底下暴晒 所以只能阴的 我就准备还是把它盘在这个绳包里 然后这么摊开着 就在屋子里把它慢慢晾干 好 我现在已经把绳铺开晾好了 那么我就准备把绳搁在卫生间里 让它慢慢阴干 把通风打开 可能需要一两天的时间 那么我们就过一两天 等绳差不多干了 再来看看洗绳的效果到底不合 好 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三天 让我们来看看这个绳亮的怎么样了 还是有一点吵 但是已经基本上干了 肯定大家想问说 你们为什么不把绳生间的门开着 其实就是为了防止猫进来打乱 把绳给咬坏或者抓坏 因为这个厕所的门可以锁上 所以猫不会进来祸祸 如果大家有条件的话呢 可以把绳晾在更通风的地方 这样更快能够晾干 洗的效果我个人觉得还可以 就是这个绳大家可以看到 跟洗之前对比明显要拦得多 但是它当然也不是绝对的干净 还是可以看到有一些发黑的脏的痕迹 可能因为原来实在是太脏了 并没有像网上某些视频一样 洗出来这个绳跟新的一样 但是我自己还是挺满意的吧 好那这期的事情就是这样 如果大家有什么关于洗神的心得体会呢 也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跟我们交流 好那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订阅一下